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很多人害怕死亡 害怕失去拥有的一切 害怕这 害怕那 但其实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幻术当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听一个故事 当年社会城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魔术师 幻术师 名叫善月 他有一个朋友 名叫吉祥 有一次 善月告诉吉祥 你也学一点魔术吧 将来会有用的 但吉祥对魔术不感兴趣 只喜欢嘛 便直言不讳地对善月说 学魔术干嘛呀 还不如买一匹嘛 为了打击吉祥不想学魔术的想法 善月打算换化一个魔术来愚弄一下好友 一天 吉祥一家人刚吃完早餐 他妻子正在厨房清洗锅碗 吉祥则在门外纺织毛线 这时 善月骑了一匹非常漂亮的马过来 对吉祥说 你不是想买一匹马吗 这匹马想要吗 吉祥说 我的存款买不起这么漂亮的马 善月说 没关系 可以用你仿的毛线换这匹马 吉祥心想 善月可能不知道这个毛线不值钱 那我不如将计就计 用毛线把他的马骗过来 于是 二人一拍即合 善月紧接着说 既然你想买这匹马 那就先试试这匹马跑起来的速度快慢 感觉如何吧 此话郑重几想吓怀 他赶紧跨上马鞍 准备扬边侧马 奔驰而去 但出人意料的是 他刚刚骑上马鞍 马就不由自主地开始疯狂飞奔 完全无法掌控 时空的马一路狂奔 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把他带到了一座茂密的森林当中 这地方两边是高耸的悬崖 中间有一条水势湍急的河流 还不时传来老虎 狮子等野兽的声音 吉祥被恐怖 绝望紧紧地包围着 后悔弯分 正当他伤心害怕到无以复加之际 忽然发现森林当中在冒烟 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的他 紧赶漫赶地往冒烟处走去 结果看到一个小木屋 吉祥仿佛绝出逢生 兴奋地拼命敲门 敲了半天 出来一个女人 在说明了来意后 女人便将她请进了屋里 走进房间 看到里面还有三个女人 她们都是开门的那个女人的女儿 女人问她 是把你送到这个地方来的 这个地方可是任何人都进不来的啊 吉祥便将事情的原委一一向她到来 女人听完后告诉她说 这是个从来没有外人来过的岛屿 我也不知道我的祖先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 从我近世起 就没有见过外人 丈夫死了以后 就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几个了 你如果想回去 我也帮不了你 不如留下来 与我其中的一个女儿成家 吉祥想了半天 也别无选择 便与其中的一个女儿成了家 并生了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 在这偏僻荒凉的地方 过起了简单平常的生活 时间一天天流逝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 一天 她妻子到山上砍差 三个孩子在树莲里的河边玩耍 忽然 其中的小儿子不小心掉到了河里 被汹涌的浪涛席卷而去 吉祥连忙跳到水里去救孩子 不想 但儿子为了试图去救弟弟 也慌忙跳入水中 结果又被水冲走了 老吉祥当即愣住了 吃衣了好一会儿 当他决定去救后面的孩子时 已经来不及了 刹那之间 两个孩子都被咆哮的洪流夺去了生命 紧接着又来了一只老虎 张口闲走了岸边的女儿 绝望的吉祥只觉得天昏地暗 生不如死 他已经没有力气挣扎 只有任凭波涛把自己冲走 没想到又被冲回了岸上 筋疲力竭的吉祥趴在岸边 生死力竭地嚎啕大哭 这时 他妻子背了一堆柴河从山上回来了 听了吉祥的哭诉 妻子悲痛欲绝 也挑何自尽了 最后 森林中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一边没命地痛哭 一边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狂奔 结果意外走出了森林 并回到了他以前的家里 结果到家一看 他过去的妻子还在厨房里 一边清洗锅碗 一边高兴地唱着歌 吉祥失望极了 对过去的妻子吼道 我失踪这么久 你居然一点都不伤心 不但不来寻找我 居然还在已然自得地唱歌 妻子很是疑惑 便问道 你怎么了 你根本哪里都没有去 一直在这个地方啊 吉祥当即倒吸一口凉气 按照你的说法 我是产生幻觉了 但这不可能啊 因为这么多年来 每一天的生活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而且都是那么真实 这怎么可能是幻觉呢 妻子说 如果你不信 可以到外面看看 你没有访问的线还远风不动地在那呢 她出去一看 确实如此 于是 她开始相信自己的确产生了幻觉 过了几天 闪月来了 吉祥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股脑地讲给闪月厅 闪月厅罢告诉她 你经历的一切都叫做幻象 都是我变化出来的 当时你不学幻术 只想买一匹马 我便故意让你产生幻觉 你才有了这些经历 幻觉持续的整个过程 其实连一个小时都没有 所以 你生命当中的三个儿女 以及女儿的母亲等等 都是你的幻觉 但你一定要知道 不仅是你幻觉中的经历 包括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 听到 接触到的一切 其实都是虚幻的幻觉 我的幻术仅仅欺骗了你一个人 而这个大环境的幻术 却欺骗了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人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任何假的痕迹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从轮回的梦中醒过来 没有从轮回的幻觉中走出来而已 你已经从小的幻觉中走出来了 你知道小幻觉中的一切都是假的 但想从大环境当中的幻觉中醒来 就需要闻 思 修 此外 我们还要反复思维 终生世界 本质源起信空 因缘相续升起于如来妙觉真心 真心望尘所现幻境 幻夜流转相续而成众生身心 宇宙世界 生命诸种色相以及心灵 神识 以及生命的构成 无一不是望心相续所现的因果 宇宙是星辰运动的现象 生命是觉知相续的轮回 我们看到 理解到 接触到的世界 一切皆是因缘合合的现象 一切现象本身皆无自信 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诸相皆因众生心性而生 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是意识分别 形成的概念 记忆在组合 而意识的源头在于心灵体验觉受的推动 而觉受不过是心灵被心灵的影子所戏弄 心灵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心觉察到自我的存在 觉察就是存在感 存在感极限虚空 空大由此诞生 成 住 坏 空 地 水 火 风 一切生灭相续皆由空大中完成 世卫三界维心 一存在而有生 一生而有灭 一生灭所现时空 一时空所现世界 地水火风组成宇宙万物 源于心灵 觉照心灵 所现的幻影波动 自信望动而觉 觉性困顿而有心 心辨认觉性光 分别即时大 时即无明 因无明则分别 因分别而生灭 生灭而有动静 动静则有明暗 明暗即时心相续 相续席卷存在感 呈现体验 体验即风大 存在感折射觉性 所现渐性 渐性顽固 所成渐大 分别时扰乱空大 所现光明生灭 渐性攀缘生灭 所现时空 时空波动 折射渐性 渐性被所见生灭摇曳 生灭夜景 折射渐性 即称灵觉 灵觉认识时空 灵觉认识与存在感摩擦 相续作用而生火大 火大燃烧 即是幻影 且各觉性 所现的 纯光虚映摇曳 火大生疼 所现觉性割裂 犹如烈火焚烧 则有气体生疼 轻者上升 为水大根本元素 着重者下降 为地大元素根本 光念川流所现 构成宇宙的 原始威力能量 灵觉以所认识的 光明相容 即生命最原始的 光明形态 因此外道说 宇宙乃广袤一实体 物质就是精神 精神即是物质 宇宙众生 是终极真理 所现生命力 因为不明了 宇宙由心所现 离心说法者 法法有自性 有自性者 必有生灭 有生灭 必有来去 故外道修行 无论获得何种神通能量 依旧不拖生死轮回 自性随觉 所现法界 随时 所现三界 随攀缘 所现习气 随觉知 所现世界 喜业相许 催生万物生长 众生望心 共业聚合 着重习气聚合 所现地大 灵觉望念 与习气聚合 即地与火融合 物质世界展现 原始觉性 被灵觉望想塑造 分别心凝固心时 对光明的体验 衬托出黑暗 世界有了日夜 日夜时 习气裹挟灵觉 所现夜静 夜即是绝寿 绝寿相许 即有温度变化 存在感 在绝寿相许中 形成体验 体验在绝寿川流中 逐渐凝固 凝固的体验 就是绝寿的沉淀 火大蒸腾 于虚空中上升的清体 凝聚所限水大 水气在虚空沉淀 使体验 在存在感中沉淀 形成水的具体表现 雨露 云雾 河流 大海 水源 诞生了生命形态 或者说是心灵体验 塑造心时分别 觉知席卷素叶 因缘聚合 而成就有情众生 故说三界往来 迎为寿 六道轮回 爱为鸡 滴水火风四大 揭示心时分别 扰乱心灵绝招 所限错觉 隐心而起 拟心轮回 故而又说 滴水火风 见时空七大 构成世界 而心灵本出觉性 与心时世界 层层幻影中 以十大积累的业障不同 所认识了 不同的世界 与不同境界的认识 呈现出 认识世界的错觉 错觉即是众生 世民万法为师 听了朋友的话 吉祥也深思道 是啊 虽然我觉得 森林中的生活 与现实生活 没有差别 非常真实可信 我在森林中生活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 森林生活 是虚幻的任何迹象 但事实证明 那的确是假的 既然如此 我又凭什么觉得 现实生活 是真实的呢 我以前认为 森林生活 真实的唯一依据 是眼睛看到了 亲身体会到了 但无情的现实告诉我 这些证据 都是不可靠的 事到如今 所有关于森林生活 真实存在的证据 都崩溃瓦解了 那么 佛在佛经里面讲的 掩耳鼻舌深意 不真实的说法 也应该是真的 以此因缘 吉祥最终证悟了空性 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眼见并非真实 希望各位佛子 能把握当下 切勿再把时间 浪费在全色名利上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